黑色短髮清秀臉龐 在一把清中和吴康仁演对手戏的温真凌 精湛演技经验观众 曾获精中最佳女配角奖的她 近来拍戏却被迫停工 居然是因为吃麻辣鸭血被烫伤 差点毁容 照片中清楚可见嘴唇起了大水泡 下巴明显有一条红色疤痕 烫伤面积大足足有四公分长 只是吃口鸭血就被喷出来的汤汁烫到 当下到诊所检查竟然是二度烫伤 吃麻辣鸭血真的会烫伤吗 其实到麻辣锅店不少店员都会这么说 锅里热乎乎的鸭血捞起来用夹子一压 汤汁立刻喷出来不只要小口吃 如果鸭血纯度不纯 里头充满大空隙包裹着滚烫的汤汁 反而更容易烫上口腔 纯度比较低的话 热乳的话就会很容易碎 辨别真假鸭血 真鸭血吃起来是软嫩多汁 上面布满小气孔 但混合猪血的假鸭血口感硬而脆气孔大 平常美味除了真大眼变真假 可得小心入口才不会烫嘴 得不偿失 记者浏览和李文科 他边报道